交接应性 在行政院长陈建仁尖交下 牛昌正式接任内政部长 下午牛昌到部内各单位向同仁拜晚年 获得同仁的热情欢迎 接长有天下第一大部自称的内政部 牛昌表示不管是过去当金融市长 还是现在做内政部长 最重要就是与同仁一起努力 把事情做好 我觉得内政部的同仁大家都很优秀 那听说不是高考前三名不能进内政部 所以同仁都很优秀也很年轻 而且我觉得充满了热情跟憧憬 现在从市长被改称叫做部长还习惯吗 有点不太习惯 不过我想不管是什么称呼 最重要就是把事情做好 然后跟同仁大家一起努力 林晨在脸书发布蹲低照引发全国共鸣 刘昌强调首要任务就是协助受到疫情影响的中小企业主 与劳工朋友能在疫情后谨速振兴 这也是行政院长和总统最为关心的 我想最重要还是了解最实际的问题到底是在哪里 然后他们碰到的这些困难 还有这个已经这个大时节的这个部分 能够透过政府的一个权力的集中力气来协助 帮他们解套 我想这是现在大家正在思索 那也在进行规划 那这个包括总统跟院长大家都非常关心 各部会的部会首长 大家也都在努力 至于新内阁遭算是败选者联盟 牛昌不以为难的回应 什么称号不重要 新的内阁团队就是来做事情为民服务 因为我又没有选举 而且我们在金融市还把议长赢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管是这个外界 或者是有人刻意去贴标签什么称号 我觉得基本上不是很重要 那新的内阁团队是来做事情 那我们希望把问题把它解决 让人民的生活可以更好 最重要是在疫情之后 然后大家可以服务 从超高满意度的地方首长 到接任业务范围广泛的内政部长 对于未来这一年 牛昌已经有明确的施政方向 希望与各个部门的同仁共同努力 全力以赴解决人民的问题 记者张气腾台北报道